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三节话语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 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接下来是金光昌诗班的现实 之后 一同听主人牧师的爱篇第六讲 正道话语 亲爱的圣徒们 今天是爱篇第六讲解时间 这周是感谢父母恩典的父母节 世界各个国家 在父母节这一天 都会有一个习俗 那就是在父母胸前戴上 康乃馨 我们已经成为父母的圣徒们 不知道是否还记得 第一次收到孩子 送上的康乃馨的那日呢 想必当时你们的心里应该充满了感谢 心想我的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竟然为我庆祝过父母节 还给我带上花 尽管胸前的康乃馨是孩子用不熟练的手艺 修剪 用材质装饰而制成的 但是父母还是会心满意足地带上一整天 由此看来 作为父母不仅是在付出生产之苦后 生出孩子时才会感到喜乐 而是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感受 并感谢父母的爱 进而向父母表达出那份感恩的心时 会更加充满了喜乐 父神也是同样 每当有一个灵魂接待主 而重生并成为神的儿女时 父神也会非常喜乐 而且我们也应当知道 当儿女们的信心成长 心中的爱增多 从而能够感受到父神的红爱 并表达出那感恩的心时 神更是会感到无比的喜乐 同时父母把他的儿女们 对他的爱视为至宝 因此就像上一讲为止的 讲到内容一样 即使是非常流利的方言 或天使的话语 又明白各样的奥秘 与各样的知识 却没有爱 这对于神来说就是毫无价值的 今天的这一时间 我将要见证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这句话语 愿大家透过今天的道 定要成就 父神所切切盼望的那份灵爱 在这里 我奉主的盛名 祝愿大家 将来在天国 与我们的父神相见的那日 我们都能够向父神献上 这地上的康奈心 都无法攀比的无限喜悦 亲爱的圣徒们 我在上一讲讲过 没有爱心的周记是没有益处的 所谓没有爱心的周记是指 欲要显现给别人追求得众人赞赏 赞赏的假冒为善的周记行为 这样的人虽然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但若得不到人们的赞赏 就会立刻后悔或抱怨 因此不仅得不到这地上的祝福 到了天国 也同样得不到奖赏 所以说这种周记是毫无益处的 相反 真正意义上的周记是指 即便自己的善心 没有得着人们的称赞 也能够以发自内心的爱 喜乐与感恩 去做的周记行为 人为喜悦这样的周记 并且必赐下惊人的祝福来补偿他 今天我将要见证的 关于牺牲的内容也是同样 在主题经文格林德前书 十三章三节的后半节中记载说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这里的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是指完全牺牲自己身体的意思 那么既然是舍己身叫人焚烧的牺牲 其里面怎么会没有爱呢 在讲解付出真爱的牺牲之前 我们先来查看一下 虽然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的牺牲是什么样的爱 愿大家通过今天的正道话语 能够认真检验一下各自的心灵 从而更加完全地显出自己 没有爱的牺牲第一种情况是 虽然可以做得毫无保留地 为主付出辛劳 口中却吐露出怨言与不平的情况 也就是说他尽心尽力尽赤诚 并奉献所有的时间与物质来做了一件事 可人们却不承认自己 不称赞自己 这时就会感到委屈 还口出怨言 说我既然付出这么大的劳碌与辛苦 怎么连一生你辛苦了都不说呢 或许你们也经常听到 正处于信心二阶段或三阶段的人们 或尚未站在信心三阶段的盘石上的人们 会说出这样的话 就会想心中抱怨说 怎么连一生你辛苦了都不跟我说呢 或者还会这样抱怨说 怎么也不来帮我 还冷眼旁观呢 为什么站在后面袖手旁观呢 都视若无睹 我这么尽忠 这么努力 你怎么就光站在那儿 也不帮我呢 就是会有这样抱怨的人 以前在修炼会期间 我们的长年圣徒们 非常认真地侍奉 做后勤工作 在那炎炎的烈日下 还要生火 做饭 非常的辛苦 我说的这个种情况是说 以前 然后呢 但是有一种 但是呢 他们就是等辛苦完了之后呢 口中就会有一堆怨言 就说 怎么没有人帮我 那他这样抱怨的时候 即使他竭尽全力地为神侍奉了 但是还是 没有 记得到奖赏 之前记得到奖赏 都会归为无有 甚至人们当看到 不与自己一同认真侍奉的人时 还会论断于定罪 但事实上 在他心里 有着 因为有着 想要自己的功劳 从而受人们的认可的欲望 以及 我是如此尽忠的 高傲的心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哪怕是听领导说一句称赞 这种抱怨 就会像阳光下的雪花般 瞬间融化掉 可现实是 一旦不如他意 心中就会感到委屈 近点口中会吐露出 不平与不满 这种奉献反而会打破和睦 使父神感到伤心 因此就没有任何益处 没有爱的牺牲 第二证据是 灰心的情况 虽然表面上不去抱怨 但若自己的忠诚 得不到认可 就会想 我算什么呢 在他们看来 我这个人 真的是有没有都可以 因此就灰心绝望 失去热心 当自己舍出起身 来尽力完成某一件事情时 若有人指出自己的不足 就会泄气 甚至对指责自己的人 反唇相机 并且一旦看到 比自己 结出更多的果子 并更加受认可 于爱的人 就会对他产生 财忌和嫉妒的心 因此 无论多么认真 于尽忠 心中 却没有真正的喜乐 有些圣徒 之前参加过常识班 也做过机关长 并且在各个领域上热心释放过 但是就因为这样的情况 最终放弃自己的使命 曾经呢 有一位圣徒跟我说 他的儿子之前很认真地准备了修炼会 就是练习建塔运动这个项目 那这好像是一个学生竞赛的项目 然后呢 他那天比赛时呢 却不小心从塔上掉了下来 结果就没能领大奖 之后他就灰心丧气 因为这件事情 连教会都不来了 怎么会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样的人做事 就是想得到认可 于称赞 也就是想要索取某种代价 然而我们要明白 即便当时非常热心忠诚 忠诚 但若这份忠诚变质 口中又吐露出 愿演于不平时 父神就不会愿拿这样的忠诚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一位圣徒一样 虽然他之前非常认真地准备了比赛 但犯了失误 那他可以在心中下定决心 以后要更加的小心 更加努力 这样不就能够更好的发展了吗 或者他也可以这样想 说 因着我的失误 别的族领了大奖 或许他们比我们付出了更大努力 应该是更配得到认可 有这样宽宏的心 那在父神看来是多么的良善呢 若拥有一颗这样的心 想必父神也会称许他说 你不愧是将来能够被我 大大重用的好儿子 第三 没有爱心的奉献 还有一种是 只有在领导或他人面前 才会认真做事的情况 也就是说 一旦旁边没有人 就会偷懒 做事也马马虎虎 或者装模作样 并且不太愿意做那些 没有人关注的事 只愿做那些 能够显要给别人看的事 这是因为一心盼着 在领导与他人面前 能够显要自己 从而得到称赞的缘故 比如说 有些进食的人 很希望让别人知道 自己在进食 为此 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说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求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堪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进食的时候 如果脸上带着笑容 那该多好呢 旁边的人可能也会更加地夸奖他 他说 哇 这位上徒进食竟然这么轻松 然而与之相反 一些人在进食的时候 脸上总是带着愁容 让人觉得你很痛苦 那这 只是刚刚进入 信心第一阶段的表现不是吗 马太福音的十七十八节又记载说 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也就是说 只要让父神看见就可以了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那么既然有信心 又知道神道的人 为什么会做出 如此般没有爱的徒劳的牺牲呢 那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 对于父神以及灵魂的灵爱的缘故 也就是说 在他们心里没有 父神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父神的 这种主人翁意识的缘故 比如说 农夫耕作自己的农田 和在别人的农田当故宫的情况是不同的 若是忙自己家的农活 就会从天亮到天黑为止 不停忙碌 绝不会有一点马虎 而是尽可能地想要努力多做一些 从早到晚 尽可能地多加努力地去干活 即使看到了太阳落山 也不会愿意离开农田 尽管家人都在等着自己回家吃饭 也会想尽办法在天黑 看不清楚之前能够多做一些活 这是在忙自己家农活的时候的情况 然而相反 给别人打工时 大部分的人都会偷懒 心想着 希望太阳快点落山 好让我领完工钱回家好好休息 因此干活也不认真 收工也马马虎虎 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 然而大部分的故宫都会这样 与此同理 得救的神的儿女们 心中对神恩典的感难之心 灵以及灵爱越大 就会越加地以主人翁的态度 来对待神的工作 从而更加尽心尽忠 无论是祷告还是在美 其他别的也都是一样 不在乎别人的事先 做什么事情都像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一般 在坊上都会尽心尽力 但一个人心中若没有对神的爱 就会像领工钱的故宫一样 做事很被动 而且如果暂时得不到于自己的付出 相等的代价时 还会发出怨言 会表示不满 陆家福音15章里面的浪子的哥哥 就是一个例子 有一天 他离家出走的弟弟在耗尽一切 父亲封给自己的产业后 穿着破旧的衣服回到了家 因此 他的父亲用至上的待遇 迎接了这个儿子 并为他摆设了言习 这时 这位父亲的大儿子 也就是浪子的哥哥 正从天里回来 听到了这个消息 于是 在《路加福音15章8节》记载说 大儿子却非常生气 不肯进去 可见他非常的生气 圣徒们如果是和他同样的情况的话 会如何去行呢 想必大部分的人都会像这浪子的哥哥一样 然而相信大家现在都得变化了 不会再这样了 然后圣经接下来又记载说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结果在接下来的29-30节中记载说 大儿子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然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昌记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意思是说他任意放荡地吃喝 还跟不三不思的女人玩乐等耗尽了所有的产业 结果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 他就是这样向父亲抱怨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说 不用提肥牛肚了 父亲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为他宰过 好让他与朋友一同快乐 结果他那浪子般的弟弟 回来父亲竟然为他宰了肥牛肚 还摆了银席 这使得他心里极度的不愉快 他向父亲抱怨 没有能理解父亲的心 抱怨的人和心中有恶的人 是理解不了这种善的 相反 心中有善的人就能够理解 理解了就会发现 他父亲的作为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 良善的人与恶人的想法会恰恰相反 不仅是想法 心知和行为也会相反 因此属肉的人是无法理解属灵人 属灵的人的 属灵人但是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属肉的人 所以属肉的人论断属灵人 那就是非常大的罪 自己那么恶还论断良善的属灵人 这就是在父亲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罪 圣经接下来又记载说 他向父亲抱怨 然后他的父亲则在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中 对他说 不是啊 你常和我通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其实这位父亲非常爱他的大儿子 以致想把自己的一切所有都传给他 让他继承 然而这个大儿子却没能了解父亲的这般心 在他的意识当中 从没有把父亲的当作是自己的 他一向认为是自己在为父亲而付出辛劳 因此想到父亲不明白自己的辛劳时 才会向父亲抱怨向他表示不满 他甚至还对幸免于死的弟弟产生了极度的心 我想他根本就没有想念过他的弟弟 按理说他的弟弟离家出走了好几年 他应该更加惦记弟弟想念他才是 然而他并没有这样的想念 反而是对弟弟产生了极度 所以大儿子才会对父亲说 我俯视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百言习的那天他也是从天理回来 并且在路上听到了这个消息 一直以来他非常忠诚而认真的为父亲做事 如果没有他弟弟这件事 他就是个无可挑剔的儿子 但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也更加能够明白了 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根据这几点我们可以推测出 大儿子平时应该是对父亲百依百顺 干活时也是非常诚实和认真的 但最终他的抱怨于不平 证实了他之前为父亲所做的 并不是出于真诚的爱 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查验一下 自己里面是否也有 大儿子的影子 平时自认为还算忠诚的工人当中 也会有些人委屈地说 我到现在为教会牺牲了这么多 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也尽力守住了教会 努力成为了牧者的力量 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这般辛劳 还想着 反而后来的谁谁谁 更加比我得到认可受宠爱 因此就灰心绝望 甚至还会采取消极的态度 说看来没什么我能做的了 我该退后一步了 我放下使命吧 等这样消极的想法 心中若有这样的意念 那就当认真审查一下 自己到现在为止 所尽忠而奉献的心 是否是出于真心与爱心 并且要凭信心仰望 自己所奉献给父神的所有一切 神必会赐下相应的祝福 我们要更加的铭记者一点 信仰年数越长 至分越高的工人 如果他们更加以主人翁的心服侍上徒们 并且以降卑的心来领受 那他们就可以成为 爱得千倍的忠诚的工人 这时那牺牲于忠诚 就会结出更加丰盛的果实 但愿我们的圣徒们就像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中 记载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一般 也就是说我们做事 无论是做什么事 都要像是在主面前做一样 努力地去做 而不是想要在人面前得到称赞而去做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上次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愿大家都能够照此话语一样 无论做什么都要像给主做的 从而将来能够得天国为基业 圣徒们 要想做出真正的牺牲 最重要的是心中要具备完全的灵爱 心中充满真爱的人 不管有没有人看 也不在乎能不能得到认可 日会默默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就如蜡烛烧尽自己的身体 以此来为人们驱赶黑暗一般 愿意不惜一切地献出自己的全部 即便如蜡烛烧进自己的全身 也一生不响一样 不会去喧嚷 我们的耶稣正是用这样的牺牲 做了真正舍己的榜样 翻越旧约圣经 就会看到记录者的预言 把即将降世并成为救世主的耶稣 比喻成了罪人的挽回祭 即赎罪的羊羔 旧约时代 人们在赎罪祭生 为了代替罪人作为赎罪祭献给神 把所有的血倒出来 取下汁油烧在坛上 将那心香献于神 我们的耶稣也如这样牺牲祭物一样 为了代替人类的罪流尽了最后的一滴水与血 也耗尽了经验 耶稣的这般牺牲并没有白费 因为耶稣的这样的牺牲 使众多灵魂得到了救恩 这是什么缘由呢 这是因为这牺牲里面蕴含着耶稣完全的爱 耶稣切切地爱着父神 以至在他生活在这地上的每一瞬间 都竭尽全力地成就了父神的旨意 透过约翰福音19章30节中记载的经文 我们能知道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这句话后 殒命了 如此可见 耶稣是倾尽生命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只为成就父神的旨意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主耶稣成就了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 关于他的许多预言 他严格地照着所记载的每一句话形式 并且一句不落地全部照着成就了 在他生命中 绝没有忽略其中任何一句有关他的话语 那些都是在一千年前两千年前 也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通过众先知们所预言并记载的话语 然而耶稣因为早已知道那都是关于自己的预言 因此一一照着那些预言而成就了 所以耶稣的行为虽然是理所当然的 但还是触动了神的心 在神看来该是多么的可爱呢 并且耶稣就在被钉在十架上的那一瞬间 也还是在为灵魂做中宝祷告 他直到流尽最后一滴宝血为止 一心只想着要拯救灵魂 即便遭此酷刑 耶稣也没有去炫耀 也没有抬高自己的荣耀 而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了天上的父神 神在菲利比书二章九至十节中说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福至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缺息 照此话语 神亲自将这样的主耶稣升为至高 使他坐上了荣耀的宝座 同样凡是心中没有任何贪欲和虚假 并以洁净的心敢于牺牲自己的人 神就会将他升为至高 指引到荣耀之处 就像在《马太夫福音》五章报件中记载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这句话语一般 神为赐家能够亲眼得见神的荣耀 有人说我要是亲眼看见了神我就去信 然而即使告诉他能得见神的方法 他果然会造次遵行吗 对这样说话的人即便告诉他了如何去做的方法 他们也不会尊重能够见神的道 神是不垂听罪人的呼求的 并且罪人看见了神也必会死 可是有些人却说我要是看见了神 就是亲眼目睹了神我才信 圣经中记载了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就是说一旦成为清新的人就能得见神 愿我们的每一位圣徒都能够成就耶稣的心 做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 就必能够得见神的荣耀 我们外面的圣徒们经常听周边的人说 我们过的是另一类的信仰生活 不仅要胜首完整的主日 还要参加彻夜周五礼拜 每天晚上都还要来圣殿参加带你祷告会 除此以外 很多人还会参加周三礼拜 赞美礼拜 区域礼拜 以及各种祷告会 教会工人们还会不间断地去探访圣徒们 当然我不是说只有我们教会是这样 别的教会也有很多非常敬重的人 每个教会都有这样长的人 但我们教会是格外的多 如果说你过另一类信仰生活的人是一名基督徒 那你就可以智慧地跟他对话 比如说你可以问他 那您在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呢 我在新神之前 每天吃完饭 刷碗 刷碗时还开着电视 边看电视 边刷碗 等刷完了之后 就会再跑到客厅 急忙转换其他的频道 看我每天都看的电视剧 第二天还看 就一直追剧 电视剧也不是只看一部 而是看好几部 丈夫在旁边我也会继续看 还会跟孩子们抢电视 丈夫呢 就说他要看棒球比赛或足球比赛 那我呢 我就要看电视剧 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是吵架 吵完又伤心 第二天丈夫上不在家 我又在看电视 有时间的时候 还会在电话里跟朋友们聊天 还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有时还会跟朋友们一起去争丧拿 打牌 打了牌输了钱 又会很不高兴 回顾一天的生活 多少的时间都消耗在了这些事上呢 但自从我遇见了神之后 把自己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神国的事上 用在善事上更加竭尽自己拯救灵魂等 也就是说 我将我曾经消耗在浪费时间等 无用之事上的时间 现在都献给了神 为了拯救灵魂而付出 我经过改变也成为了更加贤惠的妻子 更加财的母亲或父亲 这多好呢 我现在不是在浪费时间了 而是在积攒天国的奖赏 使灵魂得以兴盛 祷告能够得蒙应允 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了益处 当你这样跟对方这么说的时候 相信对方也会变得无话可说 看看鼠之上的生活 哪一样是有意义的呢 清闲了就变得懒惰 睡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有钱有时间了 就到美容院去保养皮肤 做脸部按摩 还有些人不止对着化妆台 花费多少时间 听说光是化妆就要化两三个小时 不知道为什么要化那么长时间 但听说想要化好妆的话就要这样 我对这些不太了解 但听他们说从底妆开始 要抹好几种化妆品 差不多要抹七八种甚至十种 先擦脸再做一些按摩 然后再抹化妆品 抹来抹去 总共要花两三个小时 不知道花在化妆品上的钱 到底有多少 所以说我们男生同盟 你们遇到出席外民教会的妻子 应该非常的感谢神才对 另外不仅是做主的工作 每天起早到职场上 一整天都在努力工作 到了休息日也不图休息 而是为了传福音到处传递报纸 如此为父神的国度而尽心尽力 尽赤诚地甘心舍出自己的时间 与物质的人 神就会说称他是舍己身 叫人焚烧的圣徒 那么我们的圣徒们 效法了哪一个教会的圣徒们呢 正是效法了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天天同心合一横切地在殿里 也就是说每天横切地在聚在殿里 是不是和我们教会的圣徒们很一样呢 不只是他们教会效法了我们教会 还是我们效法了他们 反正我们是每天都会来到殿里 参加代引力祷告会不是吗 经上也记载说 当时的初代教会圣徒们 也天天地横切地聚在圣殿里 且在家中每天都在读神的话语 他们横切地在殿里 读神的导不住地向神做祷告 并且一生只为了福音而活 我们教会是不是和初代教会很像呢 那既然我们教会已经变成了 像初代教会一样的教会 那想必神也会称赞我们教会 因此神会时常与我们同在 并把将来要成就的宝贵使命 交付于我们祭坛 就是说交给了我们在这末后时代 所要成就的宝贵使命 如此宝贵的使命 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共同成就呢 非常的感谢神 他们一辈子都过了自我牺牲的人生 不但如此 其中很多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在最后一瞬间也留了 也为了殉道流尽了血 他们的牺牲是非常真诚的牺牲 甚至连饥饿的狮子 将他们扑来的那一瞬间 几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瞬间 他们也绝没有抱怨或后悔 反而充满喜乐的赞美主 直到最后一瞬间 仍然为主奉献了自己 他们仅仅因着领受天国民愤的事实 就如此的喜乐与感恩 并且如此活热的爱了主 愿我们的所有圣徒们 也能够每一天都尽心尽意地献上自己 想处在教会的圣徒们 一样口容充满赞 感恩的欲赞美 这样一来想必在天国后 得到的荣耀和赏赐也会非常的大 不过各位伤同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 心中想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我真想好好休息一下 或者想我还以为我在很努力地奔跑 但是若心中没有这样的爱 那就算不得什么 真是让我泄气 然而为了神的国祖祷告 在美座礼拜传道等把这些事情 都当作喜乐的事的时候 该是多么的幸福呢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圣徒都做到了 传道士也非常幸福 虽然有些圣徒尚未能够完全地牺牲 但用全神信为神国度付出 和信任的各位的奉献精神 对神来说也是极为宝贵的 所以愿圣徒们能够更加地努力地去金钟 下面讲结论 因此我愿各位若心中还存有 哪怕一点点的为了得到众人的认可 和儿事奉于尽重的心 也要及时把他离弃并成全 燃烧自己 燃烧照亮别人的主的鸿恩大鱼牺牲 奉主的名祝愿大家 将来能够大得主的奖赏 并且等会到我们的家乡 新耶路撒冷后能够成为父神的荣耀与喜悦 一同思考今天的话语做祷告 阿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